可以讨厌 来开始 听下卖一下 试下卖 试下卖先 试下卖先 买 OK吗 开始了 OK 卖OK了 再控制一下 卖OK吗 好久 卖OK吗 卖OK 卖OK 卖OK的话给一个爱心 然后今天 卖OK的话给一点爱心 然后今天好久不见了 真的好久没有开直播了 真的好久没有开直播了 OK Long time long time really long time 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啦 其实就两个礼拜啦 没有这样夸张啦 就两个礼拜罢了 就两个礼拜 就两个礼拜 然后今天 这样久没有开直播 跟你们想一个sorry先 你们可以猜 地下这粒牙箱 是什么牙箱 猜中的送一个biotech 猜中的就送一个biotech 直接送啊 直接送啊 然后 我说短那个 那个你们猜的车型哦 你们看我今天的标题 就基本上可以猜得到 我讲的是车的model 车的model 然后这辆车是2017年 OK 2017年 就已经牙箱 有问题了 OK 然后 今天你们可以看到 的标题 OK 今天的标题 Ford Ranger啦 不是啦 要看我标题一下 看我标题一下 记得要看我标题一下 OK 来 我先share一点先啦 因为太久没有开直播了 因为真的太忙了 真的太忙了 然后 有一个fit嘛 然后我就今天可以开一下直播 一个打十辆咯 一辆 他一个人打十辆车咯 一个人打十辆车了 一个人打十辆车了 OK Ranger 3.2 不对 是爱信 对 是爱信 爱信的牙箱 然后我翻一下前面给你们看 OK 这个是它头壳 OK 这个就是它头壳 你可以注意看下面 那个牙箱 已经是 那油已经是变黑色了的 FJ21不是这样子啦 这个长的 OK 后驱的 不是前驱的 不是前驱的 OK RX350 OK 我讲这粒牙箱 一定要帮我分享先啦 OK 如果你们要猜这是什么牙箱 OK 一定要帮我分享 第一个猜到了 直接送 OK 直接送 Biotech 这个我从我两个礼拜没有开直播了 先送先喔 一定要帮我分享 公开分享啦 一次两次三次也好 然后我直接送 Biotech 第一个猜到我自己送啦 所以我在看你们的留言 因为 我直接看我现场的谁第一个猜到 第一个猜到 第一个猜到 来我先分享先啊 来来来 还没有人猜到我 还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 然后记得帮我公开分享 因为很多人以为 多大的牙箱是不会坏的 OK 或者是Lexus 其实是 阿邦阿迪的喔 是阿邦阿迪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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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很多人以为是不会坏的喔 今天我 它已经是打破了它不坏的 不坏的神话 OK 八卖干共啊 OK 还是那个 那个有一个武功喔 OK 来我先copy 记得帮我share 记得帮我share OK 来来来 IS250 不是 ES250 ES350也不对 OK ES350也不对 总之你们现在猜的 没有人讲的 就不要再猜喔 不要再重复猜喔 不要再重复猜喔 肯定是 有人没有猜 有人没有猜中了喔 然后你们就不要重复猜了喔 OK 先share一下 我可以参与 当然可以 你那里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怎样知道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车 OK 你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算蛮新款的 2017年的车 也不是很新啦 可是VNT过了 刚好过了 所以我今天就 给大家猜一下 丰田 总之是我标题写的那两款车 OK 两款的 两款的brand OK 可是要知道它的model 它的model 直接送 直接送 OK OK 来 刚才进来没有听到 OK 我再重复多一次啊 重复多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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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今天帮我公开分享 一次两次三次也好 总之要看有一个share 有人帮我公开分享 猜到 第一个猜到这个 是什么牙香了 然后我直接送一罐 OK 我直接送 直接送一罐 因为 很多人 讲我太久没有太直播了 为了 表示下我的歉意哦 那我 我直接送一罐哦 直接送哦 OK 直接送哦 来 OK 来 我直接看我的手机了啦 你们还没有人猜到哦 LS460全部出了 Innova Fortuner OK 我看到答案了啊 我看到答案了啊 是Benjamin White 他有帮我share没有先 我没有看到他帮我share OK 我没有看到他帮我share Benjamin White 帮我share 这个就是Fortuner牙香 OK Fortuner牙香 Fortuner牙香 OK Benjamin White 你 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先 OK 你是第一个猜到了 我看到你是第一个猜到了 然后 记得帮我share 然后 直接送你一罐biotech 为什么今天要开回直播哦 我跟你们讲一下 有时候 直播还是要开咯 生意也是要照做 直播也是要照开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我已经啊 反正有人猜到了嘛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这辆车是 牙香是真的有问题了 马力CX5 CX5已经要安排 是真的是Fortuner了 然后 你看他的牙油 已经是变成 不是红色了 已经是变成黑红色了 这个中毒不浅了 你看他颜色是不同 这个牙油 他的牙油是这样子颜色了 OK 来我先点进去看一下你们的comment 不然的话我看不到你们的comment 不是忘了你们 是真的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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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辆牙香还来不及拆啦 这辆牙香 地下这辆牙香来不及拆 然后 等一下我会讲的是 ES250 就是我这边拆三额的牙香 ES250 OK ES250 也可以给你们看有车在这边 OK 可是Fortuner是寄过来修了 OK 寄过来修了 已经是打破了 丰田或者雷克萨斯 或者是不会听中文的 是Toyota跟Lexus 已经打破了他们不坏的神话 OK 已经是打破了 OK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很多人老一拍的 或者是我们这一代的 都觉得Toyota牙香啊 Toyota的车很耐不坏的 OK 可是记得 是要分车型 或者是分Model OK 是要分Model 不是所有 OK 然后 这边拆三的是ES250 OK 就是这边啊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ES250 ES250 OK 你看那边一辆ES Sonata红色的 Toko Ang的旁边 就是那个 银色那辆 就是ES250 然后 无论是 你看那边一个老本 玩Dosic OK 有够力长的车 看到吗 玩Dosic 虽然那里老本也是修雅箱的 虽然是老本 我们也是一样 当着初恋这样子修 全部也是换新建 然后要耐久 耐操 而且这个是洋人的车 OK 玩Dosic 这个压箱 或者是跟Innova Le Bay Courant 或者是 Prado OK Prado 2.7排量那种的 呃 这个车有个通病就是 它有一根Drum OK 它肯定是会坏的 OK 而且是很快就坏 OK 很快就坏 也是会泄牙 也是走Piston OK 你一定要听明白什么叫做走Piston OK 然后 Piston就是这里 OK 等下我会很仔细的讲到ES250 ES250是走Piston 或者是新款的 MIV X70 Mazda CX5 也是走Piston的 OK 我今天会比较详细在讲牙箱 然后我会再重复多一次 为什么我今天会直播 啊 主要是 啊 最近 因为很多人看到我 post hybrid battery 或者是hybrid的 spare part 就是ACDC icon compressor 啊 或者是hybrid battery 或者是 啊 还有什么会常坏的 在hybrid车里面 就是这几样 就是这几样 然后很多人都会很担心 啊 还没有买的 或者已经买了的 就担心 这个坏了多少钱 就很多人一直inquiry 一直pm我 问我多少钱 我直接讲 如果你没有买车的话 你不要再pm我 我真的没有力气回复啊 OK 因为很多人就问问问了 那你知道车都还没有买了 然后我只是问爽罢了 OK 问爽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 因为有时候真的要服务 不够时间去服务这样多人啊 然后包括有一个也是C350E OK 就是C class 350E OK 350E 这辆车它是hybrid battery 坏了的 然后它也是很急 然后我们 给它一个 solution 是不是确定 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 确定这个是不是 hybrid battery的问题 啊 因为毕竟修这个 hybrid的车也不多嘛 OK 不多车长修嘛 大家不能100%判断 然后它叫我判断给它 如果你要我判断的话 我 不是在槟城的 你一定要send 那车 啊不是 车上码是肯定要的 因为要确定那speak bar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fork code OK 最好是用原厂设备啦 呃 就是diagnostic tools 你要给我那个report 这样子我才能给你一个advise OK 因为我不是神童 我不能这样子 癫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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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到你的车是什么问题 所以说你一定要给我那个fork code 然后我把它判断了过后 然后它又很担心 我会不会是skamer OK 我现在回复啦 我现在send完我的youtube channel send完我的whatsapp catalog send完我的facebook 因为你在facebook认识我嘛 现在在facebook认识我嘛 基本上我每一天都会更新我的facebook 或者是 会update啦 我今天做的车 然后 我讲我最近真的是很久没有做直播了 然后他一直有一度的怀疑 我是不是 修 是不是scamer 就是骗子啊 啊 有时候真的是生意照做 直播还是要天天照做 不然会给你觉得我是scamer 又是电话载的pills搞事啊 给黑油的老带生意啊 后面真的是一辆pills 那个是换pill pump pill pump pill pump low油啊 deezer 2.7啊 像一样吗 deezer 2.4 我这边真的很少车勒 我这边真的很少 我估计是一样啦 我估计是一样啦 因为我估计你应该是沙巴沙拉瓦那边的吧 不然的话不可能会 还有 刚才中奖那个Benjamin White Benjamin White 你直接PM我 然后你中奖 你pinscreen下 你有帮我share就可以了 先去我的主意哦 OK 老玩哦 很多人会担心 因为毕竟的battery是几万块 不是几千块 也不是几百块 是几万块了 然后 他也担心我是不是scammer 然后他也是看我的youtube 哦 原来 你有做直播这个人是不是你 也讲是我 OK 这样子他才放心一点 OK 老板有看到我comment吗 呃 什么 Lawrence Ho你讲什么 Fortuner啊 Fortuner什么事 你comment一个Fortuner我没有看到 我因为太多comment了 呃 等下等下 然后前 啊 上个礼拜也是有一个 特地从CL hang 他特地也是从KL来 给我修那个inside 他特地放车在那边一个礼拜 是特地带买家人来玩 OK 然后他讲 这样子你不用用车妹在冰城 冰城有grad很方便 OK 真的是相信我放车在这里 OK 看WhatsApp WhatsApp等下 WhatsApp等下我等我 没有得空看WhatsApp 我followColor两年了 配钱了不少钱 你不要这样子讲 等下真的他进来看 我以为我是老钱 OK 然后 啊先给你们看 多么严重 OK多么严重 然后 这个是走Piston的车 包括今天我破CXY CXY其实亚翔还来不及记 因为我要等配件 然后因为换新的东西吧 我要等配件 手机老羊活了半斤Color 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夸张 Hey you 老中过老万了 OK 我自己中scam就有了 给他骗了highway battery一粒 然后我们去查我的Bank City是真的是被骗 我被骗 不是我骗人 OK我被骗 OK 然后 啊 为了证明我不是骗子 也不是老千 也不是老万 我就开一下直播 刚好有话题啦 刚好有话题 因为 毕竟这个牙箱 OK 毕竟这个牙箱 不是那么容易修 这个Model的型号是U660 OK或者是U670 或者是U760 总之是Lembe Goulang的牙箱 然后这粒牙箱是走Piston的 OK 你看到我走Piston的牙箱啊 还特地去Upgrade版啊 直接去找一个Upgrade版 就知道这粒牙箱有多难修 估计 谁修过这粒牙箱的 啊 我讲的是修是真的是 这样子啊 不是换二手啊 我估计二手牙箱 现在也不敢无人地 最多无人地 你一个月啦 或者是一个礼拜 或者是包住车吧 因为这粒牙箱 就算你换二手都包死 OK 你修了也好也是会死 OK 包括我也死过很多次 所以说我连Upgrade的Piston都 都准备了 因为这粒牙箱 只要它一坏 都是很严重 而且必须要换全新件 然后 而且 一定要Upgrade 如果你不Upgrade的话 这粒牙箱估计是 不可能一次到位修得好的 OK 不可能 我也种不少啊 Coc Gary 我最近几乎每天去那边吃啊 吃什么喂 吃什么 吃什么 跟我介绍一下 上个星期看到你在 吃餐 吃果条汤 OK 可以 果条汤哦 做什么你不禁来找我 上个星期又重一点点啊 这个不是要牵 是 叫你们讲导阳 然后这个Piston 就是所谓的重点 只要是走Piston的牙箱 或者是很多人 或者帮我介绍一下X70 好的老板 帮我介绍一下X70 或者是Mazda CX-5 总之是Mazda的牙箱啦 因为我刚刚寄了一粒 Mazda牙箱是去Zorho的 Zorho的Support我 然后刚好今天又有人一个Mazda 6 我不懂了没有看我直播 也是特地PM我 然后看到我的YouTube 然后就问我这个牙箱多少钱 因为我讲必须要换新件 就是所谓的Piston就是这个 我不懂他进来没有 我希望他能进来看一下 然后只要走Piston的牙箱 都不会便宜 X70, Mazda牙箱 然后或者是 就是U660啊 这款也是走新款的也是走 AB60啊 AB80啊 全部都是走Piston的 包括 Ferdua Ferdua的每一粒牙箱都是 基本上新款旧款都是走Piston的 一定要换全新 OK 一定要换全新 来 最近还要 他要签我改 哎 做Spy啊 改了 要怎样载小姐姐 你不改小姐姐不知道你有改 OK 不知道你有改 OK 不知道你有改 哎 帮我破百一下 我很久没有直播了 啊 这样啊 这样 啊 我先交代你一下 那辆Wheel Fire 刚刚换 刚刚换 PLUX先 ER15YS 然后记得洗一下Totter 因为他那个有Rough idling OK 我先交代车 因为有车来 Mazda 土库开始说POOT 要换牙油 DCVD也是一样啦 也是要换油啦 OK 我放靠近一点 放靠近一点 OK 我先给你看多严重先 OK 先看多严重先 然后很多人也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个Aluminum Protector 这个就是 ES250 U660亚箱 的Warf body 这个不是Engine Engine Puji都没有这样肮脏 这个是 Warf body OK 就是 油路板 油路板都已经 张成这样子 你看里面的铁粉 更够力 里面的铁粉 开Flash一下 OK 看到吗 Flash 里面的铁粉 够够力铁丝 可以看到铁丝吗 这是一台油底 然后它的油真的是黑色的 OK 不是黑油 不是Engine 这是铁箱 全部都是直接 废成这样子 OK 然后的话帮我分享一下 Mazda 或者你带你朋友进来 要想了解 什么叫做 有走Piston的铁箱 如何去避免 全部都废了 OK 够力肮脏 OK 这个Warf body 如果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里面肯定磨损 如果你要减少 那磨损的话 只能用铁箱 铁箱 OK 美国 美国 这个铁箱 铁箱 铁箱 就是给Warf body 因为很多人不懂 这个用来做什么用 OK 你这样子Pink screen 快点给你们Pink screen一下 你要BlaBlaBla 什么鬼 OK F1声音那么尖的 有吗 可以 买一辆F1就可以了吗 这样辛苦 不懂吗 OK 破签送Mersalati OK 刚才那F1我先写 不知道 我先写 不知道老板有留给我吗 等下我再注意看 等下叫老板娘注意看 OK 我真的看不到留言 太多留言了 听说 也是很Hose 全部Hose 只要 只要进来Color 就会Hose OK这样子容易一点 只要你进来Color 就会Hose 或者你还没有Corsair的也要进来Color OK 这样子听了明白吗 给你们Pink screen一下 就是给Walp body了 然后这辆车其实是连它的 或者牙箱已经是响了的 或者是有个Mazda 他刚才问我了 如果你牙箱已经是响了 不可能有Treatment可以救 因为这个也是费了 它整个Bearing都直接 连它的猪都不见了 摸到没有去了 那猪这个是Bearing了 只要你牙箱是响了的 一切都太迟了 只能修 OK真的没有Treatment了 真的只有Treatment了 OK 来 这样子明白啊 OK我先 再靠近一点 OK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 这里有两组的Piston OK 这样子放大一点 给你们看 非常容易明白 这个一组 OK 这个一组 来 这样子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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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 不一样颜色 是不是不一样颜色 你们可以看到 我都忘记你的店怎样去了 每个一省级百坏啊 OK 注意看啊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OK 这两个是一样的 然后 它原装的 就是泄压 所谓的泄压 就是Piston这里泄压 为什么叫Piston 因为Piston 就是可以上上下下 OK或者是 对啊 水哥都没有看到啊 帮我tack水哥一下 爽爽就叫我开一下直播 讲很塞车 没有开直播很 塞车 没有看你直播很闷哦 然后这个Piston 为什么Piston 是这样才会上下啊 就是所谓的 Engine的Piston也是会上下 然后我就 其实它叫活塞 活塞就是Piston 然后这真的是 它的名称叫Piston 然后很多人就以为 我在跟你讲牙箱 你就跟我讲Engine 然后 这个其实是Upgrade版 这是蓝色的 然后就是要给它 没有这样容易泄压 如果你的牙箱 会泄压 就会烧皮 就是clutch皮会烧 OK clutch皮会烧 这个肯定是烧皮 才会这样黑 像黑油这样子 像黑油这样子 还是你厉害 总之要省偏炮钱 对 改了 就省了嘛 那偏炮钱 新年又省 什么大日子啊 那些 对七夕情人节 是可以放下炮了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12月31号的时候 也可以放下炮了 OK 完成了 可以 不用紧了 送两罐了 Lawrence Tour 这样支持 再送多一罐Biotech 他讲的是第一个 可能我没有看到 OK 我的错误我没有看到 因为我一个人在做直播吧 我先喝下水啊 然后Piston 只要是 卸压 或者它 硬祸 或者是老祸 为什么Luke Guard 一直强调LXC 的重点 为什么敢敢讲 只有全球 只有它有这个技术 就是要防止这边的塑胶啊 就是你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 塑胶 或者Oring 或者是叫做Piston 只要它一老祸 就是会卸压 卸压就会 Sull Guard皮 OK Sull Guard皮一切就太迟了 OK 一切就太迟了 不是有问题采用啊 最好是没有问题 就是用Luke Guard 这是它牙油 这是它Treatment Platinum不好意思 真的完了 所以说一罐都不剩 等我的新container到 就有货了 我手机歪了 我手机歪了 对 可是我setting不到 我还没有set到它那个 setting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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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子可以吗 OK可以 手机歪了 你们看到会歪是 OK好 来 然后 这个Piston 只能用强化键 因为只要修过牙箱了 或者是有修过这粒牙箱 U660 760 谁修这粒牙箱 基本上跑路的机会是50% OK 如果你不换新件是100% OK 是100% 所以说二手也不敢卖这粒牙箱 就算他卖你 也是讲明不包 或者是出车 只包出车不了 过后有问题 你不要来找我了 或者是这粒牙箱 包括我们修这粒牙箱 也是会怕 OK也是会怕 这粒牙箱 这粒牙箱 这么会有upgrade键 就是这个 有这个upgrade的 OK 你看啊 这是upgrade的 你看到 这个是upgrade的 你看到 看到吗 这个要这样子 OK 这样子 哎呀 要讲给你们看 这样子 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 OK 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把它改成Piston 这个也改了 本来它是走Olink的 OK本来是走Olink的 本来是铝的 OK本来是铝的 然后我直接改去这个走Piston 直接改去Piston了 OK 可以看到哦 这个直接改去Piston了 而且是青色 而且是蓝色的 OK 这样子 是蓝色的 OK 直接直接改 不改的话 谁修这粒牙箱 谁跑路 OK 谁跑路 这个是直接改了 直接改了 然后这粒牙箱 其实它的设计 跟CX5的牙箱 是勒贝困的 为什么Mazda讲不用换 而且是讲100千里面 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真的100千以下 就出现问题的话 证明你谁罢了 OK真的是你谁 因为有时候很难讲 这种寿命东西 肯定有1000粒 肯定会有一个人种嘛 OK 比较快有问题 OK 然后它其实 它也是有这个 OK 我放在这里 这个Piston 我已经改了 它有一个缓冲了 OK 这个有一个缓冲了 它的Spring在这里了 OK 它有一个缓冲了 有一个缓冲设计 OK 或者很多人不明白 什么叫缓冲设计 一直看我的 Mazda的 为什么Mazda牙箱 我讲 其实它真的很耐 因为它有这个缓冲设计 就是有这个Spring OK 只要有这个缓冲设计的牙箱 基本上都很耐 OK 100千里面基本上要坏很难 因为它不会有这样容易折 OK 冲一下 就是有这个缓冲的设计 OK Mazda CX-5也是有 OK 所以说Toyota Lexus 其实这么滑牙箱 可以这样耐 就是因为有这个缓冲设计 只要有这个缓冲设计的牙箱 基本上100千里面 要出现故障的概率是蛮低的 OK 因为它会缓冲掉 然后你不会这样冲 那牙箱进牙的时候没有这样冲 这样子你会保护你很多你牙箱的配件 或者是shutter 会抖动问题 OK 也是可以改善 OK 看到吗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们留言 好 有了 几十年不开直播 aluminum protection送不起 新价钱 这个礼拜里面我得空 我就会把那价格调一下了 OK 因为货要到了 然后真的送不起 现在要的 给Waff Body的 160打加一 过后的价钱我估计是 百气左右 OK 百气左右 OK Platinum真的完了 一支都不剩 一支是给我放着完了 给人家看完了 OK 真的没有剩了 我这里真的没有剩了 Aisin牙箱 对 这些都是Aisin牙箱的 Aisin Fortuner也是Aisin牙箱 然后 新款一点的 也是Aisin牙箱 基本上都是Aisin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们看 就是所谓这边 我随便招一把 这些全部 大家应该看到 这个也是 它不是叫Piston 可是它也是有这个Lubber的 OK 这个也是Lubber的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Furdur OK 每拆一个我都换原装 OK 这边是一个是10 是10包嘛 2 4 6 8 10 对10个 全部都原装 然后这个是 这么我会换 因为这个是Lubber的 只要这个东西一爆 而且会很容易爆 然后就有问题 亚箱就有问题 所以我全部都换新件 OK 这个 我里面这边定了50个 OK 因为这个牙箱我也是修到怕了 然后为什么我要改装 连Piston都要改装 是因为 有些车 有些牙箱 它设计就是有缺陷 如果你用回原装 还是会有问题的 OK 或者是最容易明白的是 Purdur的每一辆牙箱 过了150千左右 都会有问题出来 OK 可是至少可以耐一个150千 或者是100千过后 都有 都可以耐 然后 Bezza 其实 谁修过这里牙箱 或者是Myvi新款 总之14年以上的 新款的 油增在前面的 OK Otow牙箱 只要是Purdur的Otow牙箱 14年以上 然后油增在前面的 就是你看得到那油增的 都是新款 Bezza Asia 或者是Myvi Alza 都是有这个问题 OK 都是有这个问题 然后 到最后 我修这里 就算我换完全部新的 OK 换完全部新的 它还是会有收尾 OK 所谓的有收尾就是会 Return Drop 因为我不喜欢有Return Drop 然后Return Drop 大家就对我没有信心了 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 然后给我想到了 就是改了它的WARF40 OK 那个是近期改到 OK 因为其实这个U660 之前我们修的时候也是跑路的 就是有50%的 修好了 50%是100%出去不会回来 所以我们就改进 就是必须要upgrade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upgrade 不然的话 修不好 这里阿香真的修不好 默默的看着我走了100千的卖鱼 二送鱼 什么东西 二送鱼 OK 一百千钱有问题是黄金右脚问题 错 一百千钱有问题是你高了 谁呀 高给他谁呀 真的是很谁 有时候很难讲啦 这个东西 因为那种CXY是70多钱吧 就坏了嘛 然后那种MASTA 6 其实是一样鱼箱 跟CXY一样鱼箱 可是我们有闻到它买率是多少 它那个是发响 发响的话 跟这个一样 不能啦 发响只能修鱼箱吧 OK 来 什么是二送鱼啊 可以再讲一下吧 什么是二送鱼 OK 是精力啊 手机 找你的直播手机Y了 不理它了 Y也不理它了 OK 然后 记得这些走Piston的牙箱 所谓的走Piston的牙箱 就这样子 随便拿一个 就是这样子是走Piston的牙箱 这个是 不对啦 随便拿给你们看啦 OK 这是走Piston的 这种牙箱 只要是走Piston的 这是我upgrade了的 OK 然后这个Piston就是Rubble的 它会老化或者是会硬化 我按给你们看哦 因为这个不明显哦 然后就是因为它不明显 所以说这个牙箱很容易坏 OK很容易坏 它只要一点点卸牙 这个牙箱就是烧皮 然后很快就飞了 OK很快就飞了 然后也是为何 一定要有这个LXC的技术 OK就是这个LXC的技术 只有这个技术可以防止这个塑胶 或者是这个Piston 或者是O-link老化 OK或者是在Engine里面 就是我送你们的BioTek 这个也是有 BioTek也是有LXC的 就是保护你的WALF SEAL啊 FLYO SEAL啊 KENSAL SEAL啊 就是Rubble东西 只要有LXC就是可以保护 OK这是给Engine啊 然后这是给牙箱 记得啊 这样子应该容易明白一点啊 OK 然后 有些牙箱 尤其是有些牙箱 还有一个是JF506 就是那里路虎 OK 那我那个路虎牙箱 或者是VOLVO的牙箱 只要有问题啦 很难一次过解决 我讲的很难一次过解决 大前提哦 是必须要换全新啊 你不换全新 我估计是90%都是 修不好的那里牙箱 然后 有些车 它毕竟 它的设计就有缺陷 只能去改进 OK 为什么我会去改那个BioTek 因为这个车太多了 如果你修100粒牙箱啊 有20粒回来 你也是够烦的 OK 也是有够烦的 所以说 我就想了办法就要改 改了那WALF body OK 不然话真的 没那么简单 OK 没那么简单 Driving habit also cause gearbox problem OK 新车不用 不要用来放的 如果新车 CVT要放aluminum protectant还是 你要给我到什么车型啊 OK 什么车型才是重点哦 什么车型才是重点哦 OK 这样子容易明白一点哦 啊 无论你是auto还是CVT啊 这样子容易一点 这个是auto的啦 OK 这是aluminum protectant 是给WALF body嘛 如果你是用lub guard的牙油 OK 你用lub guard的牙油 因为它的牙油也是自带LXC 可以防止塑胶老化 如果你是用lub guard的牙油 我建议你这样子用先 OK 因为 其实牙箱里面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就是WALF body OK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WALF body啦 OK 可以像碳这样子的 或者说法体 一定要有LXC 大前提要有LXC先搞 不要给它的塑胶这样快硬化先 就是用它的牙油 再加aluminum protectant 是最完美的那个配合 OK最完美的 如果你的车是 不舍得去换 呃 一定要用原装油的 OK 一定要用原装油 因为原装油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科技啊 没有这个技术啊 然后你只能这样子 你不用的话 你就加这个 OK 就加CVT recharge 有LXC的 或者是Platinum也好 或者是Protectant也好 先加 保护你的那个塑胶先 因为牙箱会坏的东西 就是两样 WALF body跟塑胶 可是塑胶 你不是等它硬了你才用 至少是新车就用 所以说 如果你是新车没有换牙油的 我还是建议你用LXC先 OK 虽然这个比较贵 OK 可是我赚的比较少了 OK 这个88块 这个160 差不多Double 所以我还是叫你先用这个 因为要先保护你的塑胶 OK 因为塑胶只要它新的时候保护 它才能像 18岁的时候 它就很轻轻 如果你已经是走了四五万 OK 你才去保护它 是真的有一点迟 OK 我希望是新车的先保养的概念 明白吗 这样子 如果你 你深的捨得 OK 像山雍这样子 又跟我订了六角的牙油 自动 订了四罐 CVT 订了两罐给它的 Arteva 因为Arteva 其实是大概1.5个L 1.5个L 它就订了两罐 它就舍得换 OK 它用了六角的牙油 你直接用 加一个Alumine protection就可以了 完美 最完美的配合 这样子是最简单的 OK 老车可以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BMX是什么鬼的 老车 也要保养 记得 所有东西 就是牙箱里面 其实就是塑胶 就是Oring 这些东西 它会老化了 跟你的Taya 为什么每两三年 就要换一下 因为它会老化 它会裂 然后它会硬去 OK 会死皮 或者是叫 我们叫做 C-Link 就是它已经 那塑胶已经死去了 OK 你就要换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电话仔88来标吗 好逸头 OK 电话仔是很久没有开直播了 你不开直播 真的会给人家误会 你是不是骗子来了 然后我今天 没有办法了 还是要开一下直播 还是要开一下直播 然后 然后 记得 就算你是Hybrid车也好 或者是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最好是 给我知道故障码先了 OK 故障码是大前提 不然我真的帮不到你 多得要洗一下比较好 怕它会亮 OK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直接打你们 因为有时候我等了太久没有直播 然后 一般你们WhatsApp我的话 尽量的话 你用打字啊 因为你讲语音哦 如果你讲你的车问题 讲一排 OK 30秒 一分钟 讲一排 十几条Wise Message 到时候我听了 过后你多几个礼拜问我 或者是你决定给我修的时候 我要听回会成会吐血哦 我的梦能从哪里开始听回 最好是打字 立刻马上明白 OK 我也直接看到 我直接回答 如果你放语音的话 我基本上我会放最后 因为真的没有空去听 OK 真的没有空去听 这样子容易明白一点 黑幼老现在开直播都没有灵魂了 已经不是那个以前的黑幼老了 真的累啊老板 真的累啊 你想看 要一个牙箱来 OK 不只是修这样简单 我要安排那些货 然后很多 粒粒咔咔东西要安排 而且来到罗斯大修 我不是换黑油 换黑油 这个这样子这样子放下去 高丁 帮我换完就好了 大修要安排很多东西 OK 真的要安排 最好是不要等到有问题 才保养 是没有问题 就要先保养 OK 然后我的直播就差不多了 还是你们有没有问题 尽快 在这边问 我可以看到有食物 方便我讲 方便一点 水哥吉士来兵城 站着 看罢了 累什么啊 嗯 我今天 终于解决了 那辆e-class 修 engine 那个车主一直跟我讲 没有力哦 那辆车 然后 我真的 今天我装好 engine 试车了 真的是没有力哦 那辆车 真的是没有力哦 真的是 赤死我 OK 过后 给我找到问题 有时候真的 车一定要来 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 判断那个问题 它那辆车 拆了哦 真的是很难过一百 很难过一百 然后 我估计是 get塞了 明天我拆下来 就装一个上去就知道了 然后 那辆车 如果你的车真的是没有力 因为我最近看到尤其是冰城 OK 我不懂啊 冰城算一个大城市 可是很喜欢用mineral 二十五十 这种的油 我敢用啊 黑油 然后它肯定会塞你catholic 然后你的车到时候会讲 会比较响 或者是那个车会比较吵 或者是你的车会没有力哦 甚至要严重一点就是catholic 就是adjust catholic 环保箱塞 这辆车是肯定塞 因为我去试车回来 那辆车是很热很热的 你可以感觉到那车特别热的 因为它的环保箱塞住了 它透气不到 排不出去 很够力塞的 然后 我终于体会到客户讲的 我的车没有力到一个程度 而且是有compressor 分磁的compressor 意思就是有supercharge 有supercharge都没有力到这样严重 然后中文会讲 最近我看到冰城很喜欢用二十五十 mineral的黑油 因为基本上在color找不到mineral Sami我很少会介绍 我都是用fuly 因为只有fuly 会保护你的engine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最好能的话啦 直接选 有easter的 就是 有easter 就是所谓有easter 就是最高等级的additive 在黑油里面 最高等级 一般有easter的黑油 它的base oil 都是group 5了 OK 都是group 5 我讲的大前提 因为ardega是group 5 base oil 最高的基本油 再加easter 就是最高的additive 基本上这个是满天花般的 OK 最重要不只是base oil group 5 然后再加double easter 的additive 重点是一定要low sep low s low sep就是不要塞你的catholic converter 还有一个就是low s 就是那碳 不然的话你的车会有很多carbon OK 会有很多carbon 站着啊 你来站一下 你来站一下 mental and physical balance battle balance OK 呃 我的问题你有不答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先 我都不懂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OK 我都不懂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快点等你 问什么问题 看下啦 吃喇啦 OK 过来过来过来吃喇啦 很久没有吃了 其实我很久没去吃了 我真的很久没去吃了 海水味啊 冰城有个海水味啊 然后 明天 我估计应该是不会开直播啦 OK 我会开直播下一个 OK 下一个给你们一点tips 下一个我会开直播 我肯定会开的就是 宝马 X5 Hybrid 牙箱 OK 直接脆 可是牙箱也没有来 DXG要加哪一种啊 Samsin OK 如果DXG的话 不用这样头痛 直接用这个 aluminum protectant OK 就是先保护你的牙 aluminum protectant 针对 aluminum 其实DXG会坏的就是walf body啦 OK 或者我再移一下镜头啊 就是这个walf body 就是这个walf body OK 我移一下镜头 就是这个walf body OK 靠近一点 就是这样简单啦 OK 就是这个walf body 因为DXG啊 会坏的东西 都是这个DXG 就是这个Mekatronic 或者是walf body 你就用aluminum protectant先 就是这个白色的 然后如果能的话 Engine也是保护一下 你有walf seal 就用BioTek OK 然后 这个BioTek 今天我送出两罐嘛 BioTek 还有一个重点是LXC 保护你有walf seal crank sub oil seal flyway oil seal 不然会很快漏油嘛 就是啊 塑胶不要给它这样快老化 然后记得 强调多一次啊 L 这个aluminum protectant 是没有LXC技术啦 OK 是因为它只是针对 新walf body 或者是在Engine里面 或者是Turbo charge 就是因为Turbo里面 是aluminum housing 然后它会一般都是 先吃那个Turbi Turbi吃了 housing 肯定吃 然后就会漏油 或者是更多严重一点 就是新款的都是 现在的Camshaft 都是走aluminum 它的Walf cover是aluminum的 直接锁上去的哦 它很快就会磨 OK 就是防止这些aluminum 这Walf body就是aluminum 或者是Megatonic 就是aluminum 它会磨损的 OK 它会磨损的 先保护它 OK先保护它 BESA换Gear会抖动 BESA如果抖动的话 修压箱 也是因为泄牙 就是这个Piston 开始泄牙 OK 这些Piston开始泄牙 Piston泄牙 第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Walf body 只能 改进 OK 就是upgrade 我已经upgrade了Walf body 然后 暂时只有我这边出货的牙箱 才有upgradeWalf body 因为upgrade的成本真的是有点高 然后再来就是 这粒牙箱 BESA Auza 这种牙箱 一定要upgradeWalf body 不然的话 它爽爽开开一些 三个月两个月 它会亮个灯 OK 亮个灯 亮个牙箱灯 然后也是因为泄牙 因为这个Walf body 只要它一磨损 就是会泄牙 然后如果你们这里听到 有很多话帮我share一下 最好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先加一罐 因为BESA那里的Walf body 是肯定坏 100%坏 100%坏 换好了是 蛤 什么 好啊 哦 OK 固寒啊 什么东西固寒啊 你是讲秒边还是讲我 OK 然后 CM Bryant 最好是修牙箱 因为Piston 一你没有LXC product 为什么我强调LXC 就是防止塑胶老化 然后 第二个就是这个 aluminum protectant 其实这个产品 是最新 全球也只有它有 LXC也是全球只有它有了主驾技术 然后这个 Walf body 一定会常坏 OK 一定会常坏 尤其越新款的车 肯定先坏这个 或者是刚才有人问我 DHG牙箱 Samson问我了 我不懂你是驾什么车 Samson你可以打一下你是驾什么车吧 如果你是讲奔驰啦 其实奔驰的DHG牙箱是蛮耐的 奔驰的DHG牙箱 或者是Mercedes Band的牙箱 或者是AMG45的牙箱 4Matic的也好 它也是先坏 Megatronic OK 也是先坏Megatronic 或者是Walkswagen 大家都知道了 都是先坏Megatronic 呃 只要是DHG牙箱 都是先坏Megatronic Megatronic就是4 body 只是它有多加了一个电板 所以它就叫做Megatronic OK 这样子明白了 第一罐Sake Speedwet OK 我刚刚修好一粒 一粒T罐OBH 你可以看回 CD200的牙箱 怎样保护 OK CD200牙箱很简单 就这样子 OK 很简单 就是换一个牙油 最好是用Lugat 的牙油 再加这个ATF protectant 搞定 OK 就是 因为其实CD200牙箱 就是 或者是原装油价WS 就是auto牙箱 就这样子一套 OK 或者你们有兴趣产品的 你可以直接PM我的主页 或者是WhatsApp我 然后我就会给你一个价格 不然的话我在直播讲 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OK 或者你 你明白也不懂 到底我要用多少 OK 然后我直接先买多少个Liter 然后一罐Treatment 用在那里 我全部写给你 方便一点 我一定用写 我不会用讲 因为用讲话会很乱水 然后基本上我replyWhatsApp 因为Facebook 我不可能用Vicemeer 我肯定是打字的 OK 就是全部都是 打字的 然后WhatsApp我都是尽量 我都是打字的 因为 方便一看就明白 OK 就这样子一套 OK这样子一套 老板肯定是奔驰的奔驰 为什么我 会看好奔驰 只是因为它全部东西都是自己的 呃 自己去研发 OK 它自己研发 然后自己生产 自己研发 自己生产 是最难的 OK 然后其他的品牌 基本上都是跟人家拿 然后组装罢了 OK 这是最大的差别 如果奔驰看到这个有问题 OK 有缺陷 它可以直接喊停manufacturer 就是不用 OK 它就直接不再用这个产品 如果你是跟人家sign agreement的 就是签contract的 然后签一百千利 一个million利 OK 哪里亚箱哪里engine 你就必须要拿完这个quota OK 然后你不可能停 不可能停 你不可能停 你只能一直用下去 OK 然后这就是之前的WhatsApp的亚箱 一样的道理 因为它是跟人家买 然后组装罢了 它不是自己的产品 不是自己的产品 这样子明白吗 OK 女孩子就是比较喜欢有爱心的男孩 羊羊几个宠物 捷豹路虎宝马 OK 宝马 Dixon Chow Dixon 应该叫MK 528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子 牙油 BMW只有auto牙箱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罐95 还没有起家价钱 新价我会调了 如果你们要的话 尽快啦 95 BM要六关 OK 因为这个不到一个liter US都是Quad 这个Full Import 然后ATF Protectors 是88 OK 因为每个车的那个Volume 不一样 最好是接WhatsApp我 接WhatsApp我 接WhatsApp我 OK Dixon 你们有兴趣的 直接WhatsApp我 我这里不是Scammer OK 我们这里不是Scammer OK OK 来 我看一下 呃 看下留言 应该没有什么留言了吧 OK 然后你们有产品的 简单一点 直接Messenger我 或者是接WhatsApp我 我直接Scammer给你 容易一点 直接了当 OK 因为很多人 你问了 你这个是跟我一样车的 等下我来不及听 或者是我听了一半 我也不明白 OK 又不好意思问 你接WhatsApp我就好 OK接WhatsApp我 CVT Loop现在多少钱啊 CVT一样也是95块 就是 只要是牙油就是95 记得啊 我现在讲的价钱是 这个礼拜价钱啊 因为下个礼拜我会 价格会调 新货到了会调价格 因为那时候我订的汇率 是二月的时候订 汇率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六概起价 如果现在订货的话 我估计这罐过百多 百多坏肯定了 OK 肯定是百多坏 因为现在汇率这样高 OK 还有一个大前提啊 大家勃比勃比啊 如果今天 大家应该知道 这么一个人 一个老鱼坐飞机来 这样大件事啊 OK 这样大件事啊 如果大家有去关注的话 只要这个事情成真的话 更加严重 OK 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 OK 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OK 然后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OK 只要有投资的人都会明白 OK 都会明白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看晓这个 这个事情啊 那老鱼坐飞机过来 没有那么简单啊 这么会讲 没有那么简单啊 呃 就昨天 就昨天 大家都hashtag一个 OK 多hashtag一个东西 如果你是明星 你都hashtag 你没有hashtag的话 你会被人家ban的 OK 其实中国会出这个hashtag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OK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们讲 给你们个tipsy 没有那么简单了的 OK 都不要Doraemon和Mickey Mouse了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Doraemon和Mickey Mouse都出来了 OK 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我的车 停下来 抖动 打end就不会抖 OK 哦 打end就不会抖 那个是你engine mounting问题 因为你 你打D的话 牙箱在走嘛 然后牙箱会有 啊 有那个 扭力啊 它会抖 会比较抖 你放end的话 它就不会抖 是因为牙箱已经不工作了 然后 它会比较少抖 那个是你engine mounting问题 OK engine mounting问题 换完它就好了 而且记得 engine mounting你不要换一个啊 换完全部啊 不然 一个是新的 它已经是 因为mounting是成的 如果你新的是 它会比较高一点 OK 这个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旧的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换一个的话 它会拉 买新的也一起坏 就是一起沉下来 然后 因为mounting是给engine 跟牙箱坐着的地方 然后 一样 这么我们的牙箱 我们都是换整套 不换一点一点 因为有问题起来 很麻烦啊 又要吸啊 多一次啊 那里牙箱 OK 中国 哈哈哈 是 大家想了解一下 你hashtag一下自己 世界上只有一个我 或者世界上只有一个color也可以 世界上只有一个color 世界上只有一个wallens chair也可以 啊 如果一个强国 强调那些明星啊 hashtag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看晓这个事情啊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是给你们一个tips啦 OK 给你们一个tips哦 呃 就是那老一座飞机来那个 呃 老板娘出现了 世界只有一个我 OK 对 世界只有一个我 黑油婆忽然出 忽然出来吓人 我就不跟你们吹了 不跟你们吹了 这个事情 呃 我是讲车的 这个不管到 不轮到我讲 OK 只是大家sharing一下 然后记得先保养 不要等到问题的时候 就太迟了 OK 然后我直播就到这边 Thank you hashtag啊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hashtag一下啦 OK 了解这个hashtag OK 我今晚驾车 没那么简单啊 嗯 这个没那么简单 真的要看懂啊 OK 要看懂 OK 拜拜